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對上不列顛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昨天我們有新增了封面的改版 不知道大家的感想如何 盡量我們最近的封面跟影片的品質 竟然會有一些大更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馬來這個文明吧 馬來的話其實它算是海上文明 那它在路上來說的話也不差 因為它的一個生時代速度 是全遊戲裡面速度最快的 有這個66%的升級速度 那相夫的話在城堡時代就有7折 帝王時代還有6折 6折很便宜 也快要打5折 所以這個相夫非常便宜 帶取而帶之的是它的這個凱靈 靈踩甲 防御率只有1而已 所以說大象的防御率是非常薄弱的 那除此之外它還有這個免費的雙手劍兵 那什麼是免費雙手劍兵呢 是只要到帝王時代 研究這個強制增兵科技之後 雙手劍兵是不用任何黃金的 只需要肉就可以產出大量的雙手劍兵 那它的步兵科技是全滿的 那它的特色單位喔 是這個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很便宜喔 造價只要15黃金而已 然後弱量也只要25 而且人口只吃0.5喔 所以你照兩隻爪刀勇士 才吃一個人口的一個佔用量 所以打到後期喔 這個爪刀勇士很大量淹過去的時候 再搭配一些大象同時進攻 或是直接後面搭配一些強弩喔 那本身馬來打工兵也OK的喔 所以馬來 我覺得馬來也算是一個蠻強勢的文明喔 並不會太弱 而且它生時代真的很快 所以這種生時代快的地方 很容易就會 一上城堡十大喔 就秒殺對手 這種情況下還蠻多 或是上帝眩退喔 馬來是很容易做到這種事情 所以有些玩家會很重推馬來喔 其實我也是能理解 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喔 買來特色的就是大致上就是這些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不列典 那不列典的話是吃羊喔 還有這些可以驅化的動物喔 像火雞類的 冥羊喔 吃的速度時候會非常非常的快 是全文明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 那它在這個能力喔 那它比較前面有點優勢 打這個裝甲步兵喔 或者是迅速上封建時代 有一個幫助在喔 那其實上封建時代這件事情喔 也不會有非常明顯的幫助喔 反而是這個 欸怎麼說 打裝甲步兵的時候效果會更好 這個吃羊這個加速能力喔 那如果是以單純上封建來說的話 其實是差不多的 因為前期喔 大家還是會先吃這個鹿肉跟這個豬 所以並不會因為先去吃這個羊喔 會比對方快喔 喔 並不會 因為吃鹿肉跟這個豬肉速度 還是比他吃羊速度還要快喔 而且採集的數量會更多喔 那到剛剛說的裝甲 裝甲步兵的打法的話 就會比較需要後續更多的肉量 會比較適合一點這個打法 好 那來看一下 不列顛的其他能力吧 不列顛的話還有TC的一個減免喔 就是他的造價非常便宜 基本上是快打了五折的樣子喔 欸 那個木頭量 木頭量非常非常折 別人蓋兩TC 你可以蓋三TC的一個木頭量 所以不列顛在封建時代爆TC 是有優勢的 再來就是他的義勇工兵喔 可以讓自己的工兵提升一個射程 那每個時代喔 不是每個時代 城堡時代開始 到帝永時代 總會再加工兵二射程 所以不列顛打純工兵是非常強勢的 那除了打工兵之外 他也可以打大吉兵喔 他的吉兵也是全滿的 攻擊防攻OK的 所以工兵遇到奇兵衝過來衝鋒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大吉兵擋住前線 那不列顛我覺得最強的組合 就是吉兵加長龍兵 然後再搭配少量肉碼 好是他要最佳解 那肉碼的話 通常說是去拆對方工程器喔 什麼火炮啊 或者是投資車 毒炮喔 之類的單位 或者是衝車 所以不列顛基本上 我覺得他也是全能型的一個文明 他最大遺憾就是沒有火槍兵跟火炮 我是覺得如果再有的話就太強了 那這個有點過強了 那除此之外喔 他還有這個巨頭 巨頭的強化 有這個戰狼號 那大家應該如果對歐洲歷史了解 這個戰狼號是 英國他們巨型頭史記的重大發明 可以有效打擊對方城堡 城堡不在安全 那就是戰狼號這個遊覽 那戰狼號這個科技一升下去之後 可以增加這個巨型頭史記的爆炸範圍 就會讓他變成有點像是火炮的攻擊範圍 非常非常的廣 就是爆炸範圍很廣 所以說不列顛到後期喔 他可以用巨頭來取代火炮 雖然本身沒有火炮 但可以點這個戰狼號 去彌補這個火炮的一個劣勢 好那這邊馬來三棒棒出擊 欸還升裝甲這個兇狠了 那不列顛這邊是選擇刺猴開主 那刺猴對於這個裝甲步兵來說的話會很難受喔 因為裝甲的攻擊力是比這個刺猴多一攻的 刺猴只有五攻而已喔 那這邊裝甲只有五攻 所以這邊如果要硬打的話 刺猴其實打太贏了 而且如果要用村民去硬補的話 很有可能會敗裝甲直接秒殺喔 畢竟封建時代的唯厄裝甲 黃金兵種 就是裝甲步兵喔 好那這邊刺猴直接過來一打嗎 先收掉一關還是要先打刺猴 OK先打一隻裝甲完美 還把殘血拉掉 欸不行回頭 靠喔直接送掉 哇這樣不太行 可能要再送一哥了 這邊的一個細節操作 馬來佔到了一點點小小的優勢喔 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因為這些都殘血了 只要讓這些刺猴殘血喔 就是他們最大的一個隊友 然後這邊再回去補一下 裝甲步兵吃到了非常多的單位 血量聲音提醒裝甲步兵能收掉嗎 哎呀這隻刺猴沒有收掉啊 要是有收掉的話 那就很傷了 那不列爹喔 剛剛說的這個吃養的這個加成喔 對出刺猴來說也是有用 當然不列爹很少會打刺猴 那剛好這一把他們就打 那你看這個羊全部吃完了 可以讓他出這麼多的刺猴 讓他前期防守 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那完全守住之後 再補下這個射箭場 開始轉工兵 那這邊應該是會單射箭場開局 然後再點下迷宮場 然後出戰囉 看你防守 你看到這方弓兵出來了 還有長槍兵 所以弓兵應該不會先暗 這五十斤應該會先存起來 然後去點這個異級色 然後先點贊 不然這個肉跟黃金會不太夠 因為像他這個時候去投資 挖黃金的話 投資成本有點太高了 在這個階段還是先點贊 異級色點出來比較重要 那要趕快存到一百肉 那沒有一百肉的話 就沒有辦法點這個異級色 所以這邊 兵攻場就算好了 還是要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肉 那戰狼一出來之後 我怎麼一直叫他戰狼 這個叫毛兵 毛兵一出來之後就可以 稍微守住自己家陣地了 那這邊刺口就要去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還是要去追逐對方的單位 還是要去對方家裡 看對方我們繼續出兵或屯兵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這就是上帝視角 並不知道對方在幹嘛 所以這個刺口最好是不要再來這邊 趕快去看對方家裡 我們要再出其他兵 然後在這邊適死去補一些兵種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像這樣子一直風橫撒田 把自己的肉量緊急拉起來 肉量拉起來之後 就要趕快去挖這個金礦了 才能趕快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那馬來這邊也是打工兵路線 工兵其實有在小暗小暗以下 但是並沒有按太多 感覺上還是要來打這個城堡時代 比較有優勢一點 那我這邊先加速一下 細節部分先稍微講到這裡 OK 等下這麼多點 石堡後 開始來挖金礦 挖金礦 挖金礦 但這邊有個特別的地方 烏烈這邊還有挖石堡 四人去挖石頭 那這很有可能是要來打寶兵的一個節奏 好那馬來這邊 高速上城堡時代 奴巫升級二級射 點一下工兵出發 但家裡沒有點下TC 但工兵已經到了 布列典家門口 那布列典這邊 終於點下一級射之後 一級防一點下 沒有工兵在家裡防守的關係 所以這邊一上城堡時代 可能會先是那個戰毛升級喔 但是戰毛的話 就沒有吃到布列典的這個射程加成 因為他的這個工兵加成 是只有給奴兵 還有長工兵的單位 但是並沒有給到戰毛兵 這個單位的一個射程 好那這邊有可能被射進來 所以這邊先立了一個箭塔 要來放入這邊大金的墓區喔 但是墓區如果對方卡這個位置 還是會被射到 所以有點危險喔 因為這邊才剛上到城堡時代 戰毛兵才剛按下 所以這個石頭喔 這個瞭望塔 是一定要去投資的 一般玩家如果沒有去蓋這個 這個瞭望塔的話 就是蓋了很浪費 直接封場直接被秒殺 工兵進來直接射彎 好就結束了 結束的意思是說 你會跟對方過往很多 所以有一些判斷喔 就是你真的覺得你守不住 對方實在升太快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去插這個瞭望塔 先稍微守一下 基本上你只要蓋好這個瞭望塔 然後如果他真的要硬走進來的話 這邊趕快再圍一下 圍一個什麼兵工產物市集 趕快圍起來 當對方沒辦法走過這裡 那這個瞭望塔的架子 對架子連成 而且他敢走進來的話 你在這邊蓋這些市集 可以擋出虛弱 這邊又一直射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把這個裡面堵起來 這個全吃對方的工兵了 這個算是比較進階的一個做法 我們先暫時聊一下就好 好 那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普天堅用自己的文明優勢 迅速開下4TC 有沒有 別人只能開3TC 他可以開4TC 這個木量 那由於有挖石有關係 所以即使蓋下了這個瞭望塔 還是可以繼續點下這個城鎮中心 但他一次蓋這麼多城鎮中心 一定會斷存 百分之百會斷存 這個肉量 主要是撐不起來 可能的話 待會要用買賣的方式 去撐一下這個肉量 去撐一下這個肉量 好 那目前 不列電視選擇一個盜霸 大暴摩的一個狀況 那馬來的選擇 是選擇出一個騎士跟盧獄 要的出發 自己也是開下了3TC 但是這邊 好像沒有看到城堡 應該是有看到才對的 好 在毛邊過去點一下 好 但沒有點到 OK 這邊看到了 但城堡可以蓋好 後面騎士直接過來 完蛋 這裡沒有蓋下去 城堡會來得及蓋完嗎 96% 96% 沒蓋完 哇 這個是我絕對型態大裂 到...到什麼 這個...這不太到的了 完蛋 有 96.6滴 OK 拉更多村民 只要硬蓋嗎 不是吧 這樣會很傷喔 這裡要是沒蓋起來 不列電會可能直接GG喔 好 這邊稍微用村民 繞一下 好 在毛直接去硬點奴兵 騎士捷怪 砍聰明高打地 村民倒得很快 但是硬蓋的結果 還是可以 好村民蓋好之後馬上進到城堡裡面 把這個什麼蓋了起來 把這個什麼蓋了起來 把這邊硬蓋的話 死死了一村喔 算是相當的幸運喔 那裡面的村民都殘血了 那這邊殘血的村民出來直接挖石頭 那戰毛就把地方逼走了 但是你要小心要離開城堡範圍 直扣這個騎士可以全吃戰毛了 太囂張了 不列電 快跑快跑 好但是馬來這邊 騎士沒有防衛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戰毛打騎士 還是有點傷害的 好點一下二級伐木之後 馬來這邊也是有點一下二級伐木 那我看一下兩邊都有點了吧 兩邊都有點 但是 不列電沒有點二級喔 等一下 OK 城堡蓋好之後 開始出不列電 常攻兵了 這就是 不列電的一個特色單位 射程最遠的攻兵 那大家對常攻兵應該也是有點浪漫喔 就像凡克的騎兵一樣 特別有感覺喔 一個是騎兵文明 一個是攻兵文明 在CG文明也是會劃分得很清楚 好 那馬來的話 我們等一下帝王時代 連這個彈刀缺毒 以經濟來說的話 應該是不列電會好一點 上時代可能也會慢一點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不列電的一個TC蓋太多了 他會一直讓這個4TC運走 所以消耗的量太大 雖然經濟上一定是比馬來好 但是帝王時代會落後的蠻多 他會落後大概三分鐘左右 甚至五分鐘都可能 好的 一人而已 好 那這邊 彈刀血點一下之後 不列電常攻兵的優勢就會慢慢出來了 因為不列電有彈刀血之後 這個傷害會很誇張 因為現在你看這個射程是八射程 很遠 直接開射 射掉一隻 那對方你看 才剛還手就直接少一個單位了 不列電就要一直用這個優勢 射程優勢一直去跟對方的話 會比較好 但是這個手術的操作量會非常大 玩不列電的時候也會這樣走 一直去特意的用長攻兵 去點下走點下走點下走 然後趕快弄加了點下走這樣子 趕快把自己經濟搞起來之外 趕快使用這個射程去白跑對方的單位了 這個是玩不列電的玩家 我們需要特別去學習的地方 不然這個不列電的優勢完全打不出來 是很尷尬 好 那這邊毛病又不應有升級防禦的關係 背色還是很痛 再來是馬來上到帝王時代之後 不妙點下這個殘魂的升級 有沒有點三級色 再來是妙打弓兵的意思 喔唷 這邊直接硬點殘弓兵 不能這樣跟對方運算的 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防禦力 血量又少 殘弓兵最大問題就是血量低 基本上被摸到就躺在地上抽了 千萬不能這樣 萬萬不可 所以殘弓兵 可以手撕城堡之外 最大的一個弱點 所以我覺得是 血量太少 優勢就是射神墜 那攻擊力來說也算是蠻高的 可以到十攻 應該是十攻嗎還是十一攻 我想一下 應該是十一攻 對十一攻 精銳的話會再加一攻 然後法學跟三級色 那十一攻傷害其實蠻高的 運發的弩兵傷害只有十攻而已 所以這個殘弓兵如果秀得好的話 基本上可以換到很多單位 這KD值會很恐怖喔 我之前在Twitch開直播的時候 開了三四年的CD狗 很多新手玩這個不列劍喔 玩的都跟鬼一樣 KD值都超高的 我有一個Twitch的VTuber的朋友 他很喜歡玩不列劍 他不列劍每次KD值都很誇張 殺三百多了 然後支持了十個單位而已 一比三十的一個戰損比喔 就知道這個不列劍兵 對新手也是相當友善的 基本上你只要放在高技喔 或什麼旁邊 好其量一直過來 都一直射一隻種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有點好人講過了 好 那這邊三級射 點一下之後 一級進 哇一級進 這樣才點喔 然後一起挖掘 嗯 現在點的話還可以啦 算是有進的點喔 不然等場後面也就很緊張了 好 呃 連結 這邊選擇三級射升完之後 的話 就可能好像趕快點一下 好 那這邊就用那個戰寶兵器 扛電視傷害 呃 城堡傷害也很大 但那個戰寶上的效果還不錯 那這邊想要來走私對方的巨頭 長弓兵才是空有充製在修 這個鑰匙掉真的是有點困難喔 自己剛剛怎麼會這樣白白送光 那桌頭子似乎不太好 你這樣社會出事了大哥 長弓兵不是給你這樣子玩的 哎呀 不是啊 怎麼還吃啦 你看 這個被城堡射一下 長弓兵就倒了很多隻喔 四隻直接倒地 好 這個長弓兵的價格也是造假不肥喔 好 那這邊騎士已經在盡力中 想要打進去這個漏洞 但是不雷兵現在沒有空管家裡 不雷兵已經在出工兵 化學點下了 但是待會要怎麼守家裡 所以守兵呢 可能也沒有為 下一個刺激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要只能撤退了嗎 海召陣兵蓋高地城堡 我都沒有 不雷兵繼續打陣地戰 那這邊由高地巨頭來反制 高地巨頭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一擊地殺對方巨頭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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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補充電的強攻兵會自動射擊 自動射擊就可以全部是在裝甲衝車站 那這個裝甲衝車血量會這麼多 欸這怎麼都射一D喔 可以吸到非常大量的傷害 如果遇到補充電的話 最好就是用這個衝車喔 還是最佳解 好那補充電家裡目前被大量的戰毛燒了 這個直接卡在高地 而且這邊還有兩隻騎士在前面後面 正面這邊有點在送兵的不知道在幹嘛 長龍充電這邊數量一直沒有去 起來只有13隻 緊急有點慘 1116村 並沒有太多 反而是馬來的村民是反超對手 補充電這邊的 那這邊戰毛殺傷非常強力 充電數量很多 而且是高地 直接打擊要非常多的村民 所以這個城堡也要倒地了 那馬來是在左邊之後蓋了一個城堡 想來直接進行 正面潛壓 那順利收掉了對方城堡 火力一點只能往後側 沒有這些其他的近戰單位 要去運拆對方的戰毛 跟對方的衝車士領 困難的還有這個巨型投資機 那我們剛剛前期有講到 那個戰狼科技要趕快點下去喔 才可以有效的對付對方的一個巨型投資機喔 不然這個巨頭沒有火炮的情況下 你要對付實在數點困難 對方一定會有單位去駐守在城堡下的 那要怎麼打啊 那邊也是很有詛問 因為畢竟自己家裡經濟弄到有點爆炸 這些兵在這邊一直騷擾 但他這邊農田也不能一直打 對經濟很慘喔 有點失調喔 好 好 那馬來繼續把城堡往前堵 因為如果剛剛突出一件城堡的定性也不下了 所以讓我們定基地來用 好 那這邊戰狼由於高低優勢 所以這邊戰狼科技也是送光了 那這邊現在再來做一下反擊 可以 戰狼在御獸御獸 馬來這邊也是攻防全滿 但是騎士 這兩隻騎士補很久 而且這邊還補了一波村民 應該會不會 畢竟是藍色的這個村民屍體喔 哇 這邊馬來 是不是殺太多村民啊 不列電被殺了40村啊 哇 買這個40村都可以讓他點地方 給這個殘攻兵的升級喔 好 三巨頭 開拆直接拆爆並城堡 那不列電城堡越來越少的話 殘攻兵越來越難查 所以越來越棘手 而且這邊房子有點卡喔 155人口 這邊被撞爆房子 馬來就是用這個城堡慢慢推進 哇 直接推到主經這個位置 連這個附近也要守不住了 那經常這裡好一個 不知道不列電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把這個重要的經濟之間往左移喔 但是這個地方可能還是要趕快搶下來啊 黃金沒搶下來 基本就沒戲唱了 好 繼續跑 直接來開拆不列電的最後的命根子 這一根城堡 如果現在被拆掉的話 大家就沒命了 所以城堡的命根子已經可以做得過 好 進場中 我們這邊是在前面站喔 法律師喔 趕強弱兵的設計 緊張慢一點喔 這邊這邊就是有魔鬼門設計的 水蒸起來出去 比較慢一點 這傷害還是很發脹的 然後這邊森林 不知道為什麼是往前 就會想要遭受搬戰喔 但對方是往前走 這個森林應該要遭遭掉了 好 這時候買來 居然升級了 金瑞毛象 看來要用大象 直接頂光浮裂點的一個 裝兵啦 直接用大象 大象開頂喔 這個很有想法 那如果要開大象的話 自己的農田好像撒爆喔 不然 都很夠 快點有在撒天 好 浮裂點慢慢的也把人口 補到169人口 那村民宿比較穷 可能還要再去補一下 比較好 那浮裂點目前還沒點下這個 義勇科技喔 義勇系統科技 所以浮裂點的工兵 射程只有5加5而已 那如果他要點到5加6 那點到金瑞長公兵的話 我們會再加1 這邊12射程 那目前才工兵 完全沒有強化的一個狀況這樣喔 他應該是想要成 不能點這個金瑞長公兵 這家裡已經被一堆 新奇兵燒好了 新奇兵這裡有1防 但是燒到7 燒到家裡還是沒很好用的 正面大象 我們要護手吧 大象直接BG 公車也過來想要來 硬桶這邊的金瑞西 欸 暗石就回頭了 炸彈就要越來越多 開始直接高翔 哇 大象沒有防御 被射的血量非常快 很快就倒地了 防御非常足弱 防御只有數而已 防御兵的話 現在之前有 慢慢 輕鬆 再一下大象 自然有6分的血量 很大量 防御這個衝動包 他幹嘛應該是 防御兵手 防御兵隊 防御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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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死抽就白給了 更多的大象博文過來 拿來的大象非常便宜 黃丁只要30而已 30的黃丁就可以換到300血的單位 划不划算 划算了 划是不划算了 對不對 三級攻也要準備有了 三級攻有的話這個大象上的就不破天際了 哇 這個量太多了 這個不吸紙兵絕對守不住了 不過就要吸紙兵和也很難守 誒 這個量太大了 這邊這個大象還有踴踏效果 凱龍就把這個級給踏光了 結果這邊要先進攻 反正是要攻破右邊這塊黃金去 想要搶下各多黃金地帶的樣子 直接連加里還能努力防守 慢慢補下重工狂狂并升 但是由於加里的提示都被拆光了 村民其實到處逃竄了 農田也要從這邊撒一撲了 TC被打爆的話 這邊都沒有農田了 總之會很想 這個常常的地方就會很難看得出來 好 大象在進攻 大象很多隻 炒兵 炒兵 炒兵又在進攻 炒兵被頂過來 大象開始頂 直接把這個炸毛頂光 炸毛血量掉非常快 大象的傷害太噁了 但常務兵也是拖好多浪 總共有很多常務兵 一直起發 射死了非常多的大象 我來看是大象的血量掉超快 兩發起火 起一發是可以射掉一隻大象 所以這個馬來大象便宜跟便宜 這個防禦能力還是有點 不太OK啊 雙發剛還是有點傷的 還是沒有關係 我來大象便宜 只要露多露多 黃金小一點點 這個大象還是出得起了 鬆一點也是沒關係的 後面居然有大象直接走到了 補裂點家裡 家裡的農田 最近村民可能沒辦法 還有重田 並覺得大象在殺了 下面還補了幾隻爪刀勇士 直接到後方 要來開圖村民了 爪刀勇士也很便宜 這些排不到一百斤 就可以抓到這不是村民 真的是賺賣了 好 那這邊 城堡 一手要一拆 一大招城堡 一起來應該是靠洞 一起來應該是靠洞 收緊大象師扣 一巨頭 應該是能搞定的 再來兩把 城堡 殞落 垮了 城堡 再度倒地 我們這邊這邊攻勢非常強制 好 來這邊大象的量還是很多 而且對方有五巨頭 五巨頭的話有點強喔 這個巨頭可能會爆一台喔 沒找到 好 那五葉年回到神寶像 開始出版國王被巨頭去往後跑 突然被大象引爆了 好 現在開始突進戰狗兵開始走 開始往前頂 只要去硬撿對方的一個工兵單位 呃 大量的一個大象 直接進到狐獵獵的門口 沒有要測退的意思喔 那一邊就要挖虛了 沒有要測退 直接引A 但是這邊殘狗兵吃到傷害太多了 這邊小秀本來是幾隻殘狗兵 會救到只剩下幾到30隻的殘狗兵了 剩下8隻 這邊站嗎 還在思路兵 居居在這間居上重造成幾大傷害 如果一手的話 他可能再去守護的幹線 然後五字頭瞬間就裁掉了 不立天的聖寶 不立天打出了 居居 哇 不立天這邊 好奇這個 搭配是沒有問題喔 問題是沒有經濟啊 沒有經濟 沒有長槍斃 沒有幾兵 就很容易被大象直接貼到工兵上 那工兵壓力直秀操作的情況下 就更難去操控自己的經濟了 因為你要一直把控制力放置在這個工兵上 你要放置到自己的農田或是造TC的方面上 很容易就越打越差 對方基本上都是用經濟在淹死你 哇 這個部分 不立天相當可惜喔 當然馬來也是打得很不錯 有打出這個大象的精髓 強制增兵 也點下 本來畫面應該是要打這個雙手劍拼喔 但這邊看來只用大象就搞定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